共軍進來動作頻頻 軍事研究者溫元瑟更發現 福建泉州一帶 新建了兩處遠火部隊營區 都已機動火箭炮車駐防 去年底就完工 甚至距離金門縣僅有15公里 面對共軍增設遠火部隊 我軍也積極部署至海戰力 今年更將接裝這項武器 100套暗制型魚叉反艦飛彈 加上400枚改良版魚叉飛彈 今年都將陸續交貨 其中改良型魚叉飛彈 可說是美軍最精良命中率最高 射程高達300公里 不只能抵抗敵軍電波干擾 更能從台灣本島 鎖定沿海目標進行攻擊 再搭配國軍現有的暗制型 熊二熊三反艦飛彈 形成強大制海戰力 那要如何去把飛彈 發揮到最大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針監系統 能不能把國產的這一些武器 跟美國製的這些武器 甚至去做到一些系統的整合 就是在考驗我們現在 接下來國軍以及這些結裝單位 未來的一些 我必須說是他們要做的功課 為了統整制海飛彈 海軍擁有的海風大隊 今年底也將升格為 制海飛彈指揮部 地點將設在雲林湖尾 而陸軍方面也有新戰力 美軍M1A2戰車 有地表最長戰車支撐 台灣客製化版本M1A2T 今年也將結裝首批38輛 即便外傳中共2027年 將全面具備攻台戰力 但我國戰力同樣加速提升 不讓共軍輕舉妄動 昨天續演郭斯文有塔爾特報道